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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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生一起 別想得這樣美 當中笑不免都別離 想歡歡喜喜 但清楚這道理 風光怎麼會沒年期 危難裡我會陪著你 話是如同造氣 去到最後會覺自非 在變幻時候根本勢力 在決策時候只好勢力 誰想說關係 最先必須有一些處理 在最壞時候必須悲喜 在決策時候彼此都記 你回來了嗎? 我回來了 回來了,碧姐,可以開飯吧 是 我不是說你肚子可以先吃廚師 不用等我的 當然要等 媽媽 不是,媽媽 乖了…你這麼久沒回來香港 一家人也要一起吃一頓飯 阿祖,我最討厭你 搞得我的孫子 世界各地都走暈了 中仔去英國讀書 知道了,阿元你派了一個台灣 幫忙談生意 那個卡牌整天不知道去哪裡 整家人當然不可以一起整整吃一頓飯 那我以後多點回來陪你就可以了 我當然想你陪我 幫我請你多點時間去讀書 考好醫生試 對,你的試考得如何? 我通過了一張書,還有兩張未考 好了…說這麼多了,吃飯吧 吃飯了… 表叔公,吃什麼吃得這麼滋味? 真棒,是我們店舖新年製的 低糖低脂肪皮蛋酥 新女兒,吃飯試一碗 不吃了,昨天吃了兩個 你昨天出去的店舖拿皮蛋酥來嗎? 不是,皮蛋酥是在那間餅店的 我昨天搭船上好,他請我吃的 我最近經常搭船都會撞到他 我最近經常搭船嗎?他有沒有說去哪裡 他說現在的店舖還有批發 所以早上早都要送頂去紅磡的店舖 他小時候不是很白色嗎? 現在長大了,黑黑黏黏黏 別說了,吃飯 吃飯吧… 怎麼樣?兩位 上海菜、泰國菜、日本菜想好了嗎? 隨便選羊吧 不要吃日本菜了,生冷 就是上海菜了,也好 吃完之後走一條街到戲院 七點半開羅,時間剛剛好 吃上海菜好不好?大志 隨便吧,吃什麼都補不回 大志,你為什麼這麼不開心? 在這裡停車 開花了,姨媽 都說停車了…我現在火燒心 想著火燒 婆婆,你真的這麼害怕嗎? 是呀,說話也說不完 要到我小營都痛了 不是你們碰我牆 管家仔他們不是那麼容易笑 尤其是這個阿慶,很酷的 不斷耳朵一點笑容,皮笑肉不笑 阿慶,何媽經常說這麼多難笑 你一切都不笑嗎? 何媽,真差勁 還說我的笑容是差勁? 好,等我一會兒說個難笑之王 包你不止小燕童 什麼難笑之王? 告訴你,有什麼比吃糞便可憐呢? 不是呀… 真的嗎? 我知道了,喝了 不是,撞鬼? 也不是 何媽,你還是開股了,我們… 是呀,開股了… 答案就是吃兩塊糞便 真是兩塊糞便 我牙痛,大致…你跑來幹什麼? 有失身分的媽媽 你以為我很想見這個人嗎? 我想一輩子不見他 不過火在頭上下不回來 你們的師父在這裡 你們有兒子有女兒 生兒子當然想他好 做醫生、做律師 別說想兒女壞,是不是? 當然… 這個女人就想兒女壞了 阿興、阿豪的百爺餅店 有十幾間分店,每一間都千多尺 我和他百爺打開道門,歡迎他們 他隨時一過來就做千金小姐 做太子爺的了 但是這個女人挖著他 幫他一輩子捱,你說多可憐 一個做賣餅女,一個做賣餅仔 你…就是你自私,你心腸不睹 別動氣,身體重要… 我就算是爆氣管,我們要遷就這個人 我兒子千輩不知道做錯什麼 會罪到你這壞事 害得我兒子跳樓死了 還要害我兒子 你兒子娶完河媽,然後跳樓嗎? 不是,是大兒子娶了河媽之後 那個拉仔跟著跳樓 原來如此,這麼複雜 大姐,這些過去的傷心事 別說出來說了 你最重要是保重身體 你以為我想看嗎? 阿豪是我心肝命定 如果跟著巴姨好好教養 他就是人中龍鳳,會非會味 你看看熊人家教得女兒多漂亮 就來做醫生了 就算卡他們不是他生 我也是大學生 他教出來的,個個都有氣質 不像阿慶、阿豪他們一塊麵粉一樣 來,這麼多人死,為何你不去死 昨晚下大雨,你怎麼不搭地臨 不要,你都幾十歲了 你怎麼這麼毒?收一下吧 你們在說什麼? 別說,你女兒最毒 是 幸好,那家仔和阿興沒有跟你過去 不然不方便會好人 是… 這是河媽的地方,你走,不歡迎你 走吧… 走吧,走,走 大姐,我們不要一般見識 我們去看電影 是呀… 走開… 走開,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 走開,走開 我把他丟出去撈 行了,媽媽,你以前的婆婆這麼野蠻 所以說呢,做人真的要笑 有得讓你笑的時候,就要笑 傻丫頭 你再不笑回來 我媽又說那個懶笑之王給你聽 阿興,你快點笑吧 是呀,我不想再聽那個懶笑了 是呀,快點笑吧,阿興 好了,我們繼續上課,做雞仔餅 讓我先開蛋漿 好… 說回小時候的事,真是說話都說不完 你幹嘛這種對笑? 你是不是還是想起小時候的事? 阿興,你有沒有看到你小時候 送了一件事給我? 是一張卡,還黏著了 你叫我千萬不要看 長大了之後才可以看 有點印象,那你有沒有看過? 當然看過了,現在牛龜這麼大 那寫什麼? 很辱馬 下次我遇到你,你一定要帶出來給我 好,我記得會帶的 你現在送過很多辱馬東西給我 我都留在家裡而已 你不讓我,我們鬥羊 羊就是羊,最多一起在這裡擺攤 一人羊一羊,看大家覺得哪個辱馬 擺著擺著,我怕你 是嗎?你遇到熟人了嗎? 那女孩這麼熟口臉? 當然是熟口熟臉,那是阿興 阿興?她長大了很漂亮 那女孩 讀書還很聰明 A級得到兩個B 是嗎?那你現在讀哪間大學? 她不想讀大學 她說最開心的就是跟我媽一起賣名 那豈不是很可惜 好…謝謝你,謝謝… 再見 誰打來的這麼開心?寫著林姑娘 阿興,她說勞公署有一間玩具廠 請文員,問你有沒有興奮交代表 阿興,你想找工作嗎? 其實我跟林姑娘說的 叫她留意一下有什麼攻擊 如果別人知道他興不懂說話 怎麼會請他? 不是呀,公公,勞公署有個計劃 如果僱主請你有缺陷的人 頭三個月的薪金,政府會資助一半 當然了,三個月廉價勞公 三個月之後就趕你走 要不然就慘了? 耍你,說一句話 是呀,就算你真的肯請阿興 薪金也不放高 到時候店鋪又要請一個人 便宜五千元也要吧? 不然大吃不窮倒算窮 也叫你別說了 我是他醫,我為他好而已 阿興,你明白嗎? 阿興,你自己說了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餅店賣餅? 但哥哥跟你一起賣餅 我沒理由看不出來的 你不是真的這麼開心嗎? 是呀,平時有些賣餅店賣餅 你眼睛睛看著人家 你不知多羨慕 那是呀 阿興,你跟何媽說 你是不想去還是不敢去? 如果你不敢去,你就真的很傻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的 我們說送你去特殊技能學校讀書 你就很害怕,不敢去 拔著桌子不肯上學 結果,結果不是也是可以嗎? 後來教育署就建議你 去讀一些普通的學校 你又不敢去,怕別人取笑你 結果呢? A級你也考到兩個B 沒什麼是不行的 這裡全家人都支持你 你自己想 好嗎? 好嗎?我想過了 其實沒什麼開心 比我和你們一起去餅店賣餅 爸爸,他在說什麼? 阿興說,他覺得在這裡賣餅 是最開心的 想不到你不發聲不發聲 又挺會想的 不像你們,瞄上天開 傻意 好…決定了,別再說了,吃飯吧 吃飯吧,來 剛才我看著你的表情 本來打算答應 你說到嘴唇邊 讓傻意把兩句收起來 你還在做手語 你先把冰果汽水弄一瓶 阿興,你別介意 傻意剛才跟你說的事 我是怕你會被人傷害 人呢?有夢想不是不好 好,不過都要顧及現實的了 好… 傻意不知道是不是像我那樣 上一輩子說不出話 今輩子又說回舊本 錯了,應該是上兩輩子都說不出話 你們說什麼沒笑 說給傻意聽聽,讓我再笑一笑 管家仔,我很囂張 今早在樓下商場裡 我看到她買了絲綿皮 不是吧?她買了絲綿皮? 她不是回來住一陣子嗎? 我想她可能是買被公公蓋的 她怎麼會這麼有心呢? 她回來時連手信都沒有 還說手信,她快用了我的眼霜 你救我慘 她昨晚一次過用了我整支臉霜 不然我的臉怎麼會這麼乾? 你們在說什麼?是不是在說長衣壞話? 說實話真的有點奇怪 她說回來旅遊 我都不見她出去走過 天天就在家裡潑你潑我 管家仔,別嚇我 她不是在這裡長住吧? 糟了…我們這個幸福家庭就沒有了 你們到底在這裡說什麼? 什麼事? 不過按道理沒理由 而長開超級市場應該很有錢 薩薩薩又怎麼會回來 貼著我的窮鬼呢? 你們這些傻瓜,你們好東西 爸 這個手語是什麼? 蓋斗嘛 那這個呢? 這個好像是不要臉了 那這個呢? 比誰窮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菠蘿雞,一味靠癡 你們這些傻瓜,木無尊長 都不知道你們媽媽平時怎麼教你們 我做你們長輩,以心為心 說些人生道理給你們聽 代錢進你們袋子 誰知道你們就做手語來唱我,浪費我 什麼?你怎麼這麼吵 爸,你答應過我什麼? 你說打一聲也不會把我的話說出去 他一時發不通,跟你借兩萬元而已 究竟是什麼事?薩薩 你不用裝作了,我知道你知道的 當然是爸爸告訴你 你就告訴那些小朋友 你們放心 我不會在這裡貼你們的金腔 我現在就去去收拾東西走 阿薩,薩薩薩 阿薩 這麼勞氣? 薩薩薩,幹嘛要走? 你去收拾東西 阿薩,有時慢慢說 我們是一家人 樣樣要互相扶持 你還說?你還說沒說? 我… 爸爸,你說吧 阿薩,我報你後塵,被人拋棄 爸爸,我說了很多次 我不是被人拋棄,是我非他 誰非誰都好,總之就是慘 阿薩的老公在衣櫃裡 然後藏起了一個女人 結果搞到上警官 全部都被報紙登上 怎麼這麼大事? 人家怎麼會這樣做? 要不需要登上報紙? 登上報紙就登上報紙 人的那個也不是人 明明有個女人躲在衣櫃裡 那個臭老公跟我說她來抹槍 穿著衣服來抹槍的嗎? 我生氣了,一手扯著她的頭髮 一手大巴大巴地升她 別這麼激動,坐下…慢慢說,來 原來每個男人 每個額頭都鑽著她的箭字 我跟她去葡萄牙的時候 她只有一間小便 後來為什麼會有三間超級市場? 又是我死捱爛捱,幫她捱回來 後來當壞事,生意不行,掌握 我也沒有離棄她,我還鼓勵她 這樣來對老婆… 阿薩,其實… 你的事還沒完 我不會像你這麼笨 我叫了女兒,這輩子都別承認她爸爸 還有,她說她沒錢 我現在找時間請探查她 就算她剩下的內褲 我也要扯她一半 你真的出賣那條貼紙嗎? 現在家裡出了一雙戲婦姊妹花 你有盤嗎? 我還以為家裡有人最信得過 誰知道連爸爸你也出賣我 你說什麼?爸爸什麼都沒說過 還說沒有? 你剛才明明告訴我 這個動作叫蓋斗 這動作不是蓋斗,這是蓋斗 是說你買了絲綿皮 你們剛才說我不要臉 不是說你不要臉 是說你塗了阿興的臉傷 令臉很乾 你們還說我窮過鬼,一味靠黏? 我們說你不會黏在我們的窮鬼 我只是在這裡 什麼?你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們之前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現在什麼都知道了 爸爸說得對 我們兩姐妹患難相扶持 但是家裡讀完書 我們接她回來一起住 一起搞餅店 搞鬼搞馬嗎? 現在連最賺錢的那塊月餅生意 都被你的賤格奴搶了 不搞月餅可以搞光蘇餅、老婆餅 一樣是蜂蜜粥吃的 薩姨,我們永遠都會在你身邊 你又做什麼手語?有唱我嗎? 薩姨 薩姨,阿興說我們永遠都會在你身邊 別這麼勞氣了,總之我們是一家人 以後我們有粥就吃粥 有飯就吃飯 何媽,你求我都沒用的 你知道我們都是散工 什麼都看勇哥休息的 那他現在去了哪裡? 不見了,好像去了一粒鐘腳底按摩 什麼事? 何媽幹什麼? 蓮子蓉,你十三歲入行 就跟我學做餅 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我們做餅店的一年都是靠中秋的 這麼多人做月餅會 你們全部一起走 那就是一鍋竅氣我何媽 何媽,什麼一鍋竅氣你? 十幾年賓煮的真是深淡 你不是帶他們… 什麼?打工仔的東西 哪有剪刀就做哪一處 就算了 何媽,我們出來做事很講義食 散工說走就走就沒得說了 我和阿裘兩個是長工 我們打算跟足勞工法例 跟你做足妻也拼得盡 我和阿裘兩個是長工的 你現在一句都說起來 什麼一鍋竅氣,一鍋竅什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這個意思,什麼意思? 你還是收回它 好…我收回,你們沒有孝頸我 你說得對,出來打工當然要看薪 好,阿熊和阿祖那邊 他們出三十元一個小時 我出四十元 你和阿裘,你們兩位做長工 那邊出萬三,我出夠萬五 還有,這個中秋 我就當什麼都不賺 我賺到那些都當花紅 分給大家,好嗎? 這樣就最好… 做生不如做叔 阿錄,不如催催地答應熊媽 又是你說的 打工仔的,哪裡多錢,去哪裡 是呀 做人的事,沒說要跟錢鬥氣 不過來做事也要說口齒 他答應了阿祖那邊過去 我怎麼跟他說約 沒問題,阿熊和阿祖那邊 就等我去說 我不會令你們難做的 我先頭說好了蓮子和他們 不過他們怕不好意思 不知如何開口推你們 你可否答應我 不要出高價叫他們走 那真是不答應你 請人的事不是我負責,阿熊負責 他後天大陸回來,你當面跟他說 阿祖,你這樣只是耍我 我怎麼會耍你 那真的不是由我負責 就算我現在答應了,你也沒用 你做人別這麼過態 對呀,爸爸已經幾十歲了 他做月餅都做了幾十年了 這樣讓你搞壞他?他很可憐 他當年… 你說話說到哪裡了? 我什麼時候想搞壞你們的店舖 你們有你們做月餅 我有我做月餅 大家都沒有相關 各有各做,無緣無故 阿賀,我和你雖然做不成夫妻 但是我開口叫你爸爸做爸爸 我一輩子都會叫他做爸爸 我不僅希望你的店舖生意興隆 我正因為他老人家長命百歲 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拔我們的人 你們自己請伙計行不行? 你說得不明白 我們做給一個行頭這麼窄 來來去都會有那幫師傅 你不是也是年年請那幫師奶來做散工 難道叫我找西餅師傅來做嗎? 你可不可以不要拔我們的人? 我們真是盟室,你真是說話 別說下去了 說下去就讓大家吵架,收錢 好…行,沒問題,謝謝祖哥 怎麼樣? 怎麼說? 祖哥說,熊姐一聽到 我們不走就多走走走 馬上從大陸坐直通車趕回來 勇哥,你答應我媽說留下的 老婆 我又沒有答應他 就是了,又是他自己說找祖哥談 就是了,總之你們放心 所有事情我會搞定的 是指令的 是呀 別客氣了,我跟阿球追吃一會 我們繼續吃 行… 繼續,你們行 好,媽,你們回來了 不知道是否粗餅粗得多,網球手 我去找個鐵袋師傅搞一搞 很快回來 蓮子蓉,我知道你做餅做得很辛苦 好,網球手嘛,要醫治的 慢慢醫治好才回來 媽媽,說了什麼? 昨天你才拔手拔腳 叫我留下這裡做 現在叫我醫治網球手 我打算出去鬆一鬆筋 然後回來拼拼了嘛 我今晚跟你扯道行的 你這樣就叫扯道行嗎? 平時趕工 你一天起碼做三百個雙枉蓮蓉 五十個金華火腿 今天你做了多少個餅? 現在六點鐘 六十四個餅 一個二個好像吃了軟骨散一樣 對著麵粉來細緣 打法功夫還鬼緣 這樣就叫扯道行 你們以為我河巴的眼睛是慢的? 媽媽,你是不是每個月餅跟我計算? 十幾年賓主,我以心為心而已 我以為你仇人行 他搞月餅,你又搞月餅 我當然要跟你捏得盡做好他 無謂被人看 好,要快就用什麼? 肥子肥子一個,肥子肥子一個 要拿出來見人,你吃得下肚子才行 老實說,你要我這樣做餅 我過不了自己的關 我剛才在後巷吃了一個你做的餅 皮串幾口,窩子散 你這麼呆呆過進來 何媽就教你,是要拿個芯出來 那些餅才會做得好 我現在問你的芯去了哪裡? 去了找阿雄,卻高點價錢 看了怎麼可以多扭點錢 何媽有沒有說錯? 何媽 你們不用再說了 你們做這樣的餅 何媽根本不會拿出去賣 我家好月養老餅家 也不歡迎你們這些人在這裡做 我怕什麼走? 我昨天答應你 你那個真的貪你加少了薪金嗎? 你雞碎那麼多 我為你好,人家做了月餅會 我走了,你交什麼給人? 交手指給人? 說幾個難受就算了嗎? 人家拆你的招牌,刺死你 你老爸幾十歲人 親眼看著自己的餅店倒楣 真是膝蓋眼淚 謝謝你關心 我預計我今年沒有月餅交給人 我會畫荷包 買全香港最美、最貴的月餅 逐家逐戶,我去還花給人 我會鞠躬道歉,告訴他們對不起 對不起,我以後都不會再搞月餅了 我又看看哪位街坊會刺死我 我更加不相信我會倒楣 我不搞月餅 我可以搞旗子餅、芝麻餅、乾酥餅 我總是不相信我會倒楣 你現在馬上出舖面 我把薪金計算給你們 麻煩你們馬上走 還有,拿這六十四個難餅 請 請 走 房媽,真不好意思 不要緊,我知道與你們無關 不過今年我也不搞月餅了 我會計算薪金給你們 那你們的薪金不要計算了 傻瓜 你們真的幫過我忙的 薪金一定要計算清楚 古家仔 鈞嫂秋,為什麼你來這裡? 我來拿回我之前送給你那張辱瑪卡 我免得你到處搶我 你說拿我送給你的東西來換 就是這個過籃嗎? 二十幾年都這麼新鮮 比你的樣子還好 我免得理你,我自己想去看媽媽 我記得那時候… 我回來了 老公 是 你們過後帶了誰回來? 誰來的? 管家仔,你女朋友 有,我們不是 管家仔,你女朋友懂得手語嗎? 胡說吧,你們每個人都懂她 看起來好像很面善 誰來了? 霞媽,你能不能認識我嗎? 我認得你,我就是家好月圓 慶忠秋改的衣室 你不認識我嗎? 你不認識我嗎? 你真是狐狸精的女兒 那個人就是曬醫院 老婆回來的那個說話是這樣的 不用你去 這邊坐,過來… 你不是去了英國讀書嗎? 畢業了,現在出來工作了嗎? 她讀醫院,考上的事 在香港做醫生 紅粉醫生 將來追求她的男生派對 派對出尖沙咀 是呀 老公,你別笑我了 我們不笑你也可以 今晚留在這裡吃晚飯 荷媽,我留在這裡吃飯沒問題 不過我有點不開心 我吃了會背脊骨 怎麼不開心? 有什麼不開心?告訴公公 說明是家好月圓慶忠秋的 家好月圓慶忠也有幫助荷媽種 只有秋母,我覺得很不開心 你這個八卦仔,河媽弄牙 到處去說,要不要賣報紙嗎? 秋,你還沒工作,別客氣了 這樣吧,你贊助河媽洗牙 好… 看看我的樣子 她完全像小時候一樣 一氣起來,嘴巴扁著扁著 好了… 你贊助河媽洗兩次牙 河媽,你就給她贊助吧 好了… 不過贊助半個就行了 真乖,真乖,真乖 贊助就更多贊助 整排牙都應該吧 你媽媽賺了我們這麼多錢 說什麼吧 大家知不知道我這輩子有一個願望 什麼願望? 我們每年都要等到八月十六 才可以坐上吃一頓飯 我真的希望 家好月圓慶忠秋 加上在河里百聲聚寶 在八月十五正日 大家陪我吃一頓飯 我們是中國人 最重要就是中秋節 大家團圓在一起,是不是? 我也有一個願望 就是那枝地湯 薄膩的 不該是搶光了 拜託, 別經常說陳年舊事出來說 耍衣說小句吧 好, 吃飯, 開開心心吃一頓飯 這樣被人搶東西, 怎麼開心呢? 不吃了, 給他做個馬桶 好呀…還忘了沙天, 不用急著出來 他用你的東西還是我的? 是我的中藥面膜 吃飯吧, 大家吃飯… 媽媽, 我有些事想求你 年年我們五個孫子 八月十五都跟你吃飯 豈不是公公吃八月十五 不如今年給我們吃八月十五吧 行不行? 難怪這兩天這麼好 一大早陸陪我耍太極 原來有條件的 不是條件, 是要求的 有要求, 媽媽就要答應你了 媽媽, 好呀, 你這麼好人好呀 公公八十幾歲, 這是她的心願 好呀, 好呀 我當然有個心願 我要你來陪媽媽耍太極 你又不答應? 行…我現在有時間立刻來陪你 來呀, 好呀… 好呀, 我先考慮一下 阿是呀, 你告訴那個女人 叫他多請兩人幫忙吧 有什麼理由要我這個英俊 孫子送貨呢? 麻麻肉痛到死了 好…我回去立刻說 我未必答應的 我要慢慢考慮一下 行…慢慢考慮 不好意思, 總之下次我再送幾張餅卡 給你, 再見 祖, 你不如去航媽那裡 叫他們換一間好圓的招牌去吧 為什麼? 黃太太幫我們買很多餅卡 他叫他媽媽去拿餅 他媽媽不知頭不知路 就去了春陽街那邊拿 春陽街那邊又說不是 叫她回我們店舖拿 媽媽走到電車路一天滾在這裡 幸好沒什麼事 表哥, 叫那邊換個名字去吧 我們每年有千萬廣告 我們叫交月園, 他們叫交月園 人家以為他們的店舖是我們分店 那倒是 算了, 他那邊的小孩 也是我自己親生骨肉 就算看了我們的廣告 去了他的餅店買餅也無所謂 表哥, 我們小時候 表嫂幫他們當名益他們 我現在已經長大了 那個牛高馬大, 出來學習 怎麼打理店舖 你怎麼一輩子知道這邊呢 還有, 他那間店舖 五十年不變的 烏燈黑火, 影響了我們煙眉處 那倒是 這件事也是由其次 有件事我很擔心 他們的餅不像我們那樣 他又沒有獨立包裝 又沒有真空處理 對, 別多說有一個客人吃得不舒服 跑去報館投訴 那你就死定了 做多少廣告都沒用 那倒是 不過都要想一想怎麼開口 如果你難開口 叫表叔公和葉婆陪你去 總之要滴起心肝, 搞好這件事 我要出去, 記住了 來, 再見, 表叔 再見… 再見, 婆婆 你出去嗎? 對, 約了人了 再見 再見 媽媽, 神問完回來嗎? 是 阿祖, 畢嬸, 我答應了朱太太 上去她的遊艇上院 畢嬸那天叫那些小孩去那邊吃 我們那頓我擔心 什麼時候吃都好, 我去洗澡了 好 怎麼解救呢? 往年大節很緊張這頓飯 對了, 還叫Kar他們去那邊吃飯 阿玥, 去哪裡? 我的護膚品用完了, 我可以進貨 不過你記住, 千萬不要告訴薩姨 好, 再見 荷媽, 我先出去 阿玥, 你不要出去 你們租霸話上來坐坐 租霸話上來? 他上來幹什麼? 那個賤人上來嗎? 對了, 我進去廁所拿出地拖 我不怕跟著嚇他就跟他玩鞋 阿玥, 你不要周知無日吵犬吧 讓他們的紀仔爺聊天 紀仔爺? 管家仔, 你出去認這隻生之狗做爸爸 也不要認過這個壞人做爸爸 阿玥, 你不要這麼過態 我怎麼過態?我為你而已, 姐姐 你這樣也忍得就真的過態了 你變態了 仔, 你去哪裡? 我去廁所 你不是真的去拿地拖嗎? 我去小便, 你媽媽忍得我不忍得 你們幾個收拾一下房子吧 別讓你們去廁所見到你們這麼好 真是不生氣, 啞燒 打算回來香港只要是一間餅店 一句話又搶走我們的月餅生意 死賤人家, 真是越想越生氣 為何門開不了? 姐姐, 你們怎麼在外面鎖住我? 開門吧 阿薩, 你怎麼這麼吵? 你們怎麼鎖住我? 誰鎖住你? 這道廁所門是壞壞的 管家仔, 快拿五紅紙開了 弄得你們住這種壞屋 令廁所門都比人壞壞 真的嗎? 困住也有這麼多話說嗎? 來吧…不用怕, 何媽去大廁 怎麼搞這麼久呢? 糟了, 為何這次門五紅紙都開不了 是呀, 沒理由的 不要緊…阿月, 你快點到外面 去找個開鎖來開門吧 怎麼這麼麻煩? 不要緊, 你在外面做的面膜 一會兒門就開了 不知道怎麼可以拿回來, 試試… 快點, 糟了, 你很狡猾 阿興 早安… 坐吧 這麼好, 上來坐吧 好, 我看見快過中秋了 拿兩盒餅來幫你們吧 是不是那個賤格佬來了? 裡面這麼吵, 誰是賤格佬? 阿莎回來了 是呀, 她最近在練畫劇, 練對白 是呀, 練甚麼畫劇的對白這麼激 好像是新版陳世美 莎姨做她老婆秦香蓮 她就一定要罵我陳世美 賤格佬… 她這麼年紀就秦香蓮了 阿浩, 其實今天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往年中秋, 你們吃八月十六 年來如此, 我覺得也不太妥 今年我求求媽媽了 我們吃八月十六 你們吃正日, 我爸爸一定吃得開心 說真的, 我們可以吃正日嗎? 豐哥開心死了 吃…吃醉了死人頭 吃了半隻骨落, 還快點找開鎖腦 她說在排陳世美, 忽然說得開鎖腦 她很投入, 她正在念陳世美的台詞 陳世美被包公抓了 想偷偷地找個開鎖腦來開一條鐵鏈 祖婆, 你真的求媽媽讓我們吃正日嗎? 是呀, 求得我咬血都出來了 後來要出動到你紅衣幫忙才求得好 你媽媽, 你就不知道了 阿賀, 其實今天找你還有小獅子跟你商量 你可不可以找人搞個招牌 改個名字嗎? 為甚麼? 你們那邊叫加好月圓 我們又叫加好月圓 那些人客就搞得混亂 就以為你們是我們的分店 是呀… 是阿熊的意思? 不是…我自己想的 其實搞分店沒甚麼不好的, 是吧? 早前有個外婆拿著我們公司的餅卡 就跑到你們的店裡拿餅 你們的店又說不是 就叫他們來回我們店裡拿餅 走來走去電車路就滑倒了 滑斷了這條鋪骨, 現在還在煮丸 這件事我心裡很不安心 阿姐, 你別聽過賤家老坤 改名字, 改給他死人頭 你還說死人頭? 怎麼搞得爆發聲? 打工拍驚頭 像賊樓一樣 阿祖, 爸爸四多年來香港 在樓梯底開店已經叫做家好月圓 後來你畫了我們的伙計 搶了我們的生意 還用我們的招牌, 也算了 你現在還要我們改名字? 爸爸有八十歲人了 你別再拿個瘋子 再瘋他心一次, 好不好? 你千萬別誤會, 怎麼拿個瘋子? 我無緣無故為何拿個瘋子 你爸爸又會? 改了對大家做生意也好 沒有, 沒理由要我們改 我們這麼大的店舖有這麼多分店 你們小店舖的名字多麼容易 當餐職員好, 當朋友好, 什麼都好 你就算用幾個子女的名字 做店舖的名字都行 很遠都行, 很興奮都行 祖爸, 現在我的心就真的很興奮 我心痛了 怎麼用這種態度跟祖爸說話? 你一直跟我說這麼多 怎麼搞事? 阿豪 做人的要有狼狼才行 我找到口水都乾了 才找到給你們吃正日 阿豪, 你幫我做一點點事也不行 祖爸, 你說話真是稀奇 你別說謊了, 媽媽答應我們 要這麼吃飯 是我陪她耍太陽求回來的 不是你 你不明白了 什麼不明白? 我說你不明白就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是你的 為什麼會用這種態度跟祖爸說話? 沒大沒小, 沒來尊重 我們答應過河媽一定要尊重你 但我剛才這樣說話不是不尊重 我只是說出事實 我只是說出來而已 你的嘴巴沒有, 但你的心有 你的身體語言告訴我 你不尊重我 我們大人在商量事情 什麼時候輪到你們小朋友插棄 好…我什麼都不說了 阿豪, 這麼小小事 你都不可以幫幫我 做人不要這麼固執 一人讓一步嘛 那我找個小朋友, 別管你了 還用力說? 你幫你收拾了個褲子 你又不喜歡水 不要用你的頭髮, 把褲子 你把牙齊塞了嗎? 我現在就要上一路打陳世面那樣 你來真的嗎? 你怎麼這麼固執 你幹甚麼? 你幹甚麼? 快點別再來 有死 走吧, 老闆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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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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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走呀 那些什麼人?真是生回來的 阿祖, 你以後別帶我來這裡 尤其是那個阿莎 好像瘋子出籠般撲過來 真發雞溫 發雞溫, 還要發雞嗎? 偷正來, 已經吐了你 令眼水飄了 阿祖, 你的眼鏡破了, 別戴了 一千度近視, 不戴就變成盲工了 那我先去陪哥哥 阿賀, 是不是看我死了沒有? 你是嗎?大人大姐, 說了就算了 如果真的, 我保證八月十五 六個子女一起回來陪爸爸吃飯 阿卡過幾天回來, 阿袁也是 那就這樣說了 表哥, 那個肥子說什麼? 他說現在又肯換招牌了 他兩姐妹真發雞溫 姐姐, 我剛才和你拍姜 拍過賤格佬, 沒拍你 為什麼你會無緣無故瘋了? 一頓飯就換了一個金七招牌 那頓是什麼飯?吃龍肉嗎? 何媽,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我這麼委屈自己? 對了, 何媽,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是呀, 何媽, 我也不明白 你看, 那些小孩都不幫你了 要不你就真的瘋了 要不你就還想念那個臭小孩 舊情伏廁 何媽, 沒錯 不信一會兒公公回來的時候 你們一起問問他吧 告訴他, 我們今年中秋節 可以在八月十五靜日 加好月圓慶中秋 一起陪他吃團圓飯 你看看他會開心得怎麼樣 他一定會開心得卡卡笑 雖然招牌拆下來 我心裡也會有點委屈 如果讓爸爸知道你要改他的招牌 他不是卡卡聲 他哭得閉嘴, 哭得閉嘴 那Herson家, 你就問問他吧 看他比較喜歡吃那頓團圓飯 還是比較喜歡招牌 你這群子女的公公回來了 爸爸, 快坐下 我怕你這洞環會暈倒 你們這些孫子說有話要跟你說 公公, 我們今年八月十五 有得在靜日吃團圓飯 今年可以做八月十五靜日? 真的嗎? 你先聽清楚, 有條件的 他們說要改你們的招牌 招牌就有個改得夠 那阿卡、阿忠、阿元他們 全部都來? 當然了, 加好月圓慶中餐 現在我河媽八聲聚寶 一起和你吃 一起和你吃 阿秋也來了? 是呀, 管家就會約他來的 阿公真是開心死我了 好呀, 阿公真是笑得招牌 大田, 全都做了 阿公真是笑得招牌 阿公, 甚麼事? 滑了眼淚, 看甚麼戲這麼感人 給我打電話給那邊 告訴他們 我那些孫子八月十五 會去他們那裡慶團園 為甚麼?我和你約了朱太太他們 打麻將游船可賞穴 就算八月十五 我和那些孫子慶中秋 都不會讓他們過去的 你們去打電話吧 姨媽, 說好了 他們換招牌 我們讓他們八月十五吃飯 不給, 我都說不給了 想歡歡喜喜, 但清楚借到你 風光怎麼會沒年期 危難淚, 我會陪著你 話事如同造氣 去到最後會覺自非 在變幻時候, 跟風洗淚 在決策時候, 只好勢力 誰想講關氣 在先必須有一聲儲備 在最壞時